好,我们来看分数的乘法 其实我们在第一章就学过整数乘法的运算规则 这个包括正正得正,负负得正,正负得负,负正得负 那这样的运算其实在分数的时候也成立 所以正负分数的乘法运算 你要怎么做,很简单 就是先判断成绩结果的正负 然后再用裹小的方式来把它乘开来 这样做出来就是分数的乘法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比方讲负得二分之五乘以三分之一 我们先看符号,前面是负的 后面是正的 所以负正得负 所以我先在这里把负号写出来 那负号写出来以后剩下的就是这个二分之五乘以三分之一 所以你看只要算二分之五乘以三分之一 乘出来就是六分之五 所以答案就是负的六分之五 那第二题你看哦 前面这里是负的 后面这里也是负的 所以负负会得正 所以我先把正写出来 剩下的部分就是三分之一乘以五分之二 那三分之一乘以五分之二乘出来是十五分之二 所以答案就是正的十五分之二 那正号也可以省略不写正数 那你看像第三题 前面是正数 后面是负数 正负会得负 所以先把负号写出来 剩下来就是三分之七 乘以五分之四 所以算出来就是负的十五分之二十八 所以你会发现做法其实跟国小一样 只不过在进行计算之前 我们先做性子符号的判断 怎么判断呢 就是正正会得正 然后负负也会得正 那正负会得负 负正也会得负 这个就是上了国中跟国小比较大的不一样 就是先判断他正负 接着再进行计算